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冰分娱乐现在开手。 好,声音18禁酒战队混战已经落下了帷幕了,自此全国9强诞生,他们是千年峰战队的曹阳,夫心瑶,贾余腾,李坚战队的单英诚,宋宇宁,苏卫,李永浩战队的斑马斯林,陈墨涵,以及宇宇春战队的潘红。 而被观众非常看好的赵紫化,高瑞,马兴宜三位实力学员皆止步于全国18强,遗憾出局了。 难免有些可惜啊,尤其是赵紫化,北本季的好声音增色不少,带来了好几首的原创惊曲,却逃不过被淘汰的命运。 至于其他的表现频频人气又低的学员,比如说匹诺曹啊,马路啊,钱江涛等人,被淘汰一直在情理之中咯。 从晋级的9强学员来看呢,显然谢天风战队和李健战队实力最强,各有3位学员,两支战队形成了对峙的局面。 李文浩战队和李宇春战队呢,则实力稍弱,尤其是李宇春战队啊,仅有潘红一个人晋级了。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李文浩战队和李宇春战队赌冠的几率就要小很多,关键是,无论是斑马自林还是陈末寒一或者是潘红,都没有赌冠的实力。 比起其他的几位超人气超实力的种子学员,多少是有一定的差距的。 所以按照现在局面来看呢,今年的总冠军多半会在谢天风战队和李健战队当中产生。 两支战队除了苏维以外呢,其他的任何一位学员独的总冠军都不奇怪。 如果进一步排除的话,我会排除李健战队。 虽然李健战队有目前独冠呼声最高的学员单一纯,但总感觉呢,把总冠军奖被颁给单一纯不太合适,因为她才刚刚考上大学。 让一个刚蛮18岁的小姑娘顶着冠军的光环,在大学深造四年未见得是一件好事。 这位李健对单一纯所说的,你的任务是好好学习,叫她实力的走好每一步,不要辜负那些喜欢的人。 照这么看的话,单一纯拿总冠军的意义着实不大。 另外呢,2018年李健首次担任好声音导师,就带出了总冠军丹增尼玛。 总不能够说第二次担任导师又带出了冠军学员吧,那英虽然带出了三位总冠军,但是也陪跑了好几次, 不大可能会让李健当次导师就带出一位总冠军,这不是把那英的风头给抢了吗? 因此呢,今年的总冠军大概率会出现在谢霆锋的战队了,并且极有可能会是曹阳哦,原因有三点。 第一,谢霆锋陪跑了一季,是时候该让他当一次冠军导师了,毕竟谢霆锋在乐坛拥有着相当高的地位,总不能够让他每季都陪跑吧。 第二,曹阳是谢霆锋,第二,曹阳是周杰伦旗下的艺人,让曹阳夺冠也算是间接圆了周杰伦多年以来的冠军导师梦, 毕竟周杰伦陪跑的次数比谢霆锋还要多,曹阳夺冠既给了谢霆锋一个交代,也给了周杰伦一个交代,一决两得,何乐而不为呢? 第三,从节目组对于曹阳的偏爱程度来看,他不夺冠都说不过去,早在毛选之前,节目组就给足了曹阳镜头,采访片段长达是四五分钟, 在毛选后期,曹阳获得极其罕见的三传,这些都能够说明曹阳实力强劲了,抢位战的时候,曹阳两次以40票的巨大优势完胜对手, 这些显然都是节目组刻意安排的,目的就是要把曹阳打造成超实力唱将,为他最后夺冠,奠定基础。 综上分析个人认为,今年好生总冠军大概率会出现在先天风战队,并且极有可能会是曹阳, 对此您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?请在评论区留言。 书高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兵分娱乐秀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。